那其实九讲关于保理合同 那对于保理合同的话 这是我们民法典新增合同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请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边 有四大新增合同 这四大新增合同 几乎每年都会考一个啊 第一个是物业服务合同 我们在建筑区分所有权里面 讲了一个物业服务合同 那第二个是保理合同 第三个是保证合同 第四个是合伙合同 我们后面讲保证和合伙 那现在讲的是保理 那保理合同的话 很多人的接触的比较少 甚至没有接触过 所以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概念281页 保理合同是指应收账款的债权人 将向有或者是将有的应收账款 转让给保理人 把这个转让化出来 保理合同必须有一个债权转让 没有债权转让 就没有保理 OK 因此在这里 它是将这个债权转让给保理人 保理人提供资金融通 那这个保理人有两大类 第一大类是银行类的保理人 他有保理的资质 第二大类是保理公司 OK 那保理公司的话 有相应的保理的资质 那这个时候保理人可以提供资金融通 然后应收账款管理或催修 就帮人家催债 对吧 那这个时候也是提供的是老物 那或者是应收账款 债务人付款担保等服务的合同 这叫保理合同 保理合同必须采用什么形式 书面形式 因此它是要事行为 保理合同的规则没有规定的 那就适用债权转让的规定 为什么它可以适用债权转让的规定 原因就在于它本质上 是债权转让 保理合同本质上 其实它就是债权转让 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保理人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举个案例 大家就理解了 什么叫保理 看这请听 现在有一家公司在中国 叫甲公司 有一家公司在德国 叫乙公司 假设甲公司把一批货 要卖给德国的乙公司 德国的乙公司 要给一千万的货款 好 双方签订买卖合同 甲公司已经把货交给了德国乙公司 双方约定德国乙公司 在一年之后再给钱 所以现在德国乙公司 是否需要给钱 不需要 什么时候才给 一年之后 所以甲公司对乙公司有一千万的应收账款债权 明白没有 应收账款债权 应收 但是什么时候才能收 一年之后 好了 现在甲公司也没钱 怎么办 甲公司对乙公司有一千万的应收账款债权 对吧 但是现在甲公司没钱 那甲公司能不能要求乙公司现在马上把钱给到自己 不能按照合同约定 一年之后才给钱 对吧 那这个时候甲公司现金流短缺 所以就向银行借钱 银行有保理的资质 那这个时候甲公司就跟银行说 银行借我点钱 对吧 这个时候银行说 行没问题 我可以把钱借给你 但是你要给我提供担保 所以银行就问 问甲公司说 你有没有房子给我设立一个DH 那甲公司说 没房 那你有没有车给我设立一个DH 甲公司说 没车 接下来银行就又问 那你有没有朋友给你提供一个保证 甲公司说 没朋友 三无产品 怎么办 啥都没有 对吧 那这个时候甲公司说 我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对乙公司 有一千万的应收账管债权 一听到这句话 银行的脸眼发光 对吧 银行法务部那帮人精说 你不早说 OK 好了 甲公司不知道怎么操作 银行作为保理人 他有保理的资质 他知不知道怎么操作 知道 好 看怎么操作 看这里 请听 现在是这样子的 如果现在 甲公司向银行 借钱 借个五百万 签订一个借款合同 借个五百万 OK 然后接下来 为了担保这五百万的债权的实现 请听了 为了担保这五百万的债权的实现 请听 这个时候 甲公司把自己对于公司的一千万的债权转让给银行 让银行取得这一千万的债权 那银行取得了这一千万的债权 就是为了担保甲公司现银行所借的五百万的本金加上利息 明白没有 所以在这里看这 甲公司把对于公司的一千万的因素账款债权转让给银行 这叫债权转让 债权转让让银行取得这一千万的债权 目的就是为了担保甲公司现银行所借的五百万 以及利息 明白没有 这个时候叫保理 懂了吧 好 这叫保理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保理的话 这个时候 它本质上是债权转让 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银行一定有保理的资质 必须有保理的资质 来 看这里 甲公司把一千万的债权转让给银行 这叫债权转让 那债权转让的话 根据我们所学的债权转让理论 债权转让需要经过资货人 以公司的同意吗 不需要 但是需要干嘛 通知资货人 那你告诉我 谁通知资货人 资货人才相信这件事 谁通知 甲公司 甲公司通知 那么资货人才相信 对吧 OK 但是如果是银行 这位保理人通知的话 资货人在什么情况下才相信 你这位银行 你去通知他说 哎呀 甲公司把资货转让给我了 你觉得 债货人 资货人以公司会相信吗 一般情况下不会相信对吧 那什么情况下 资货人以公司才会相信呢 这个时候就看这句话 281页第二段啊 保理人先应收账款 资货人发出通知 就是银行向 以公司发出通知 这个时候就应当你表明 自己保理人的身份 并负有必要的凭证 什么必要的凭证啊 就是你的债权转让的凭证 明白没有 那这样子的话 人家资货人以公司才相信你 懂了没有 好 这是关于保理 所以你会发现 保理合同本质上是什么 债权转让 保理合同本质上是债权转让 它必须有一个债权转让 再加上比如说提供资金融通 或者是债权转让 再加上应收账款管理或催修 或者是债权转让 再加上应收账款 在务人付广担保 对吧 这就所谓保理 OK 好 那保理的这个概念掌握之后呢 这个业务你就不用管它 保理的分类就重点 我们看一下 282页 有追索权的保理和 无追索权的保理 这是我们考试的重点 什么叫有追索权的保理 什么叫无追索权的保理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先看有追索权的保理 又叫回购性 请听 看这里还是干承的案例 我们来理解一下 假公司对乙公司 有一千万的 因收账款债权 假公司现银行 借钱这个五百万 为了担保这五百万的 本金和利息的实现 那么这个时候 假公司把自己对乙公司的 一千万的债权 转让给谁银行 转让给保理人银行 对吧 然后接下来就是为了 担保这五百万的 本金和利息的实现 如果单身约定的是 有追索权的保理 如果约定的是 有追索权的保理的话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请听 什么叫有追索权呢 就是银行现在 是不是这一千万的 因收账款债权人 是不是 是 所以银行可以请求 因收账款 招人以公司还债 如果以公司还不了钱了 那这个时候呢 银行可以向 因收账款债权人 假公司追索 这叫有追索权的保理 有追索权的保理 简单来说就是 银行可以请求 两个人还债 第一个是 因收账款债务人 第二个是 因收账款债权人 假公司 明白吗 那银行可以要求 两个人还债 你觉得这个时候呢 对银行而言 这个风险低还是高 低啊 对吧 其中有一个人还不了 我再另外找另外一个人 因此这个时候是 低风险 当然就是低收益 对吧 低风险自然就是低收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银行能够拿到多少钱呢 很简单 因为银行借给假公司 多少钱 500万 对吧 那加上利息 所以银行能够拿到的 就是500万的本金 加上利息 明白没有 就那么简单 好 那有了这样子的 一个理论前提之后呢 再看这三句话 你就搞定了 第一句话 保理人可以向 应收账款债权人 OK 就是那个 有追索权保理的 第一点的第一句话 保理人可以向 应收账款债权人 主张 返还保理融资款本息 就是银行 可以请求 应收账款债权人 假公司 还的是500万的 本金加利息 如果假公司 把500万的 本金加利息 还给了银行 你告诉我 诸位 这个时候主债权 一消灭 从权力随之消灭 因此这个债权 怎么样随之消灭 所以这1000万的债权 又回到谁的手上 应收账款债权 假公司的手上 明白没有 好 这是第一种情形 OK 那第二种情形 这里的操作 有三种操作 这三种操作 它的结果是一样的 第二种操作 保理人可以 先应收账款债权人 主张回购 应收账款债权 什么意思呢 请听 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 有应收账款债权 假公司回购 就是假和银行 签订保理合同的时候 已经约定了 说到期了 怎么办呢 到期了 那这个时候呢 应收账款债权人 假公司呢 就拿着500万的 本金和利息过来 去到银行那里 把那一千万的债权 给卖回来 明白吗 就是现在银行 是不是已经是 这一千万的债权人 是不是啊 是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他们在签订保理合同的时候 已经明确了 说到期了 就由这个应收账款 债权人 假公司 拿着你借银行的 那500万的本金 加上这个 假设 50万的利息 对吧 就550万 去到银行那里 把那一千万的债权 给卖下来 明白吗 这叫什么 回购性 叫回购性 那么接下来再看第三 第三的话 保理员也可以先 应收账款债务人 主张应收账款债权 就是保理员银行 要求应收账款债务人 以公司还债 如果以公司还一千万 请告诉我 银行能不能保有一千万 不能 因为银行只能保有 500万的本金 加上利息 剩下的钱 要还给应收账款 债权人 假公司 明白吗 所以这三种操作路径 我告诉大家 它的结果是一样的 三种操作路径 它的结果一样的 也就是说银行 只能拿到500万的本金 加利息 因为这是有追索权的保理 它可以要求两个人还债 因此那是第一风险 第一收益 那再看 我们的无追索权的保理 那对无追索权的保理的话 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 看这里 请听 还是刚才能看你 如果假公司 对以公司 有一千万的应收账款债权 然后这个时候请听 假公司用自己的 那个一千万的应收账款债权 干了什么事呢 假公司跟银行说 借我点钱吧 对吧 银行说 没钱借给你 银行说 我不借你给你钱 但是这个时候银行说 要不这样子 你假公司对以公司 有一千万的应收账款债权 对吧 要不这样子 你把这一千万的债权 把它给卖掉 卖给我算了 银行说 我就买你这一千万的 应收账款债权 对吧 那这个时候假公司 反正现在没钱了 说行 没问题 你开个价对吧 那这个时候银行就准备开价 那银行要开价的话 你告诉我 诸位请问 银行会去审查谁的信用 如果银行把这一千万的债权 给买断了 你觉得银行会审查 谁的信用 账务人 那当然是账务人 以公司的信用 对吧 因此银行就要求 自己在德国的分支机构 去审查 哎 应收账款账务人 以公司的信用 如果发现 以公司的信用 还是不错的 对吧 因此银行就跟 对吧 OK 那信用一般般 那给多少钱 这个时候银行开价 说三百万 对吧 假公司一天 一千万的债权卖给你 你给我多少钱 三百万的什么玩意 对吧 双方协商协商协商 最终多少钱成交 比如说六百万成交 就银行用六百万 把这一千万的债权 给买下来 买断了 买断了意思就是说 假公司拿着六百万 就远走高飞了 跟他还没关系 没有关系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银行 只能向要求谁还债 只能要求营收账款债 无人以公司还债 对吧 那要求以公司还债的话 你会发现 此时请听了 如果现在 以公司还个一千万 那银行就赚多少钱 四百万 如果以公司只能还一百万 那银行就亏多少钱 五百万 对吧 这叫高风险 高收益 对不对 那高风险自然就高收益 明白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叫无追索权的保理 无追索权的保理 你会发现 银行只能要求谁还债 营收账款债 无人以公司还债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风险太高了 他有没有担保的功能 没有 反正以公司还不了钱 他就亏大了 明白没有 OK 这叫高风险 高收益 所以我们看一下 二百八十二页的 无追索权保理 又叫买断型的这句话 单身约定无追索权保理 保理员的权利 那保理员应当先 应收账款 担务人主张 应收账款债权 保理员取得 超过保理融资款 本息和相关费用的部分 无需限应收账款 债权人返还 好 那么在这里 就给他介绍了两种保理 第一种是有追索权的保理 第二种是无追索权的保理 有追索权的保理 银行作为保理员 可以请求应收账款 债务人还债 也可以请求应收账款 债权人还债 但是他只能拿到 本金和利息 这个时候是低风险 低收益 那么既然是低风险 低收益的话 这个时候看一下 他的诉讼地位 这是民法和民宿的结合 我们看一下 第一句话 保理员有权以应收账款债权人 或者是应收账款 债务人为被告提起诉说 所以保理员银行 可以单独告债务人 可不可以 可以 单独告债权人假 可不可以 可以 或者把他两个人一并起诉 告诉我作为共同被告 可不可以 可以 没有任何问题 好 这就是关于 我们的有追索权的保理 和民宿法结合的考点 好了 接下来看一下第三 保理和基础合同关系 什么叫基础合同关系 刚才我举保理的案件 那个买卖合同 德国的乙公司 跟中国的假公司 之间的买卖合同 就是基础合同 对吧 好 那这个基础合同 有没有可能是假的 有没有可能是假的 有可能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请听 比如说 在2015年 2016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2015年 首先由深圳开始爆发 就是房价暴涨 2015年房价暴涨 OK 涨得特狠 涨得50% 所以呢 就看你们的房子 是什么时候买的 在2015年之前的 你还是能赚一点 对吧 2015年之后的 基本上就有点麻烦 好了 那么2016年 2015年 深圳的房价 先率先涨起来 对吧 2016年 上海的房价 房价又暴涨 OK 好了 那有了这样子的 房价暴涨 你会发现 房价一涨 对实体经济的损害 有多大 现在有两个老板 在聊天 在喝场 那么 这两个老板就说了 你看 甲和宇这两个老板 他说 你看我们那些朋友 都去炒房去了 炒房去了 OK 就一年不到 就涨了50% 也就是说 投入1000万买房 对吧 然后涨到了50% 1500万 扣除那个利息 一年就赚了 赚了400万 OK 所以他们心里面 就想了这么干 对吧 他们那么干 哇 这个太高了利用率了 4%50%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辛辛苦苦 做实业的 我们在这里 开一个工厂 对吧 要养那么多工人 又要租金 又要灯油火辣 各种成本 对吧 然后最终算下来 20%左右 对吧 所以就觉得很郁闷 OK 所以他们两个就协商说 要不这样子 我们也去干嘛 我们也去炒房 对吧 所以他们俩就准备 去炒房 但是也没有现金 那实业的话 现金是比较少的 对吧 怎么办呢 因此他们就干了一件事 干什么事呢 就是假公司跟乙公司 就签订一个合同 比如说一个亿的合同 这个合同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吧 签订一个亿的合同 对吧 然后用这一个亿的合同 假公司跟乙公司说 你看我对他 有一个亿的应收账款 就用这一个亿的应收账款 然后就给银行 设定一个保理 借钱借多少钱呢 这个5000万出来 一个亿的合同 借个5000万出来 对吧 那这个时候银行审查 很有可能就没审查出来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就把这5000万拿出来了 把5000万一拿出来之后 把钱一搞出来 对吧 因此就去到北上广深买房 对吧 买房如果真的涨了 房价一涨 那么这个时候 把房子一卖掉 那就赚到了钱 赚到了钱 把钱还给银行 自己又赚了钱 对吧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那这钱不就赚了吗 比实业好赚多了 对吧 但是问题就来了 房价干嘛 房价跌了 或者房价不涨了 被套牢了对吧 那你告诉我诸位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到期了 这个钱还不还得了 还不了啊对吧 因此银行就要求 他们俩还钱 他们俩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真的不好意思 银行 这合同是假的 对银行而言 你合同真假 关他有什么事 不关他事 这个时候他仍然可以 要求你们还债 明白什么 所以虚假的 虚构的基础关系 那这个时候呢 不能对抗上亿的保理人 所以你看第一句话 应收账款债权人 和招务人虚构应收账款 作为转让标定 和保理人定立保障合同 但那么应收账款 这位人不得也应收账款 不存在为了对抗保理人 但是保理人明知道虚构的 除外 明白没有 所以在这种作为 你们敢不敢干这事 敢不敢 就签了一个假的合同 去把钱给套出来 套出来之后去炒烦 对吧 你们不敢的 说明你们是做律师的料 对吧 风险意识挺大的 如果你们敢的 那是做什么 做老板的料 所以这个是 所以你会发现 通过这个案例 你们就知道了 房价涨得那么狠 你觉得对实业有没有影响 有啊 做实业的人 都不想做实业了 对吧 这个世界上 其实说实话 真正对社会有用的 就是搞实业的 而不是搞金融的 你看一下美国 就是因为它的 所谓的国策 对吧 就导致所有的实体行业 全部外流 外流之后 接下来就剩下金融业 金融什么玩意儿 对吧 金融的玩意儿 就是很多人 我们现在很多人 OK 有很多小孩 对吧 就是要读书的时候 他就打电话问 他说 杨硕 我小孩报名 究竟是报哪个专业 我听说金融很好 对吧 我对金融无感 金融这个东西的话 确实是赚钱 但是对整个社会 是有问题的 对整个社会 是有问题的 对吧 OK 你比如说 现在有一些地方 比如说中国 香港 它就剩下一个行业 叫金融业 接下来第二个行业 就是房地产 然后那些年轻人 对吧 你告诉我 你让他去做什么 香港的实体业 基本上都圈出来了 对吧 OK 都来到东莞 这个地方了 对吧 那他就没有了 就只能年轻人去干嘛 去药店卖药 对吧 OK 去餐馆做什么 端盘子 并不是说不好 对吧 就是你这个社会掏空了 金融业把一个社会 给掏空 其实挺恐怖的 对吧 特别是像我们 这样子的一个人口大国 对吧 如果金融业 把社会掏空的话 你告诉我 那些失业的人怎么办 没有好好做实业 对吧 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了 对吧 已经开始慢慢开始 做实业了 对吧 OK 不能 实业是很重要的 否则的话 你连生产这个东西 都生产不了 对吧 那金融的话 反正我就感觉 周围的人都想 都想 报名 小孩读个书 最好读什么 金融 干嘛读金融呢 读计算机不行吗 现在将来是数字时代 小孩子一定要读 比如说计算机 功课 对吧 搞一个什么chatGPT出来 OK 或者是其他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有一些真真正正的东西 对不对 不是天天搞 哎呀 我可以用一个亿来赚 两个亿 对吧 OK 那些都是很多虚的东西 如果你没有一个亿 你怎么赚两个亿 好 那这是第一个基础关系 那第二个是基础关系的变动 来的诸位 如果假公司对乙公司那1000万 或者是一个亿是真的 它基础合同关系是真的 对吧 好 接下来 他们双方约定说 哎呀 把这1000万改成500万 改成600万 你告诉我 可不可以 可以 没问题 你就改吧 无所谓 但是不能对抗银行 银行能拿多少钱 还是能拿多少钱 明白没有 好 看这句话 营收账款 周人接到营收账款 转让通知之后 营收账款 债权和周人 没有正当理由 协商变更 或者是终止基础交易的 对保理人产生不利影响的 对保理人不发生效率 所以你怎么改 那是你的事 但是呢 不能对抗什么人 保理人 保理人能够拿500万 就能够拿500万 能够拿600万 就能够拿600万 明白我什么样 好 就这个意思 这是关于 第二三个考点 那么第四 多次保理顺序的认定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呢 看这里 我们来理解一下 比如说 还是刚才的案例 假公司对乙公司 有1000万的 营收账款债权 假公司把这1000万的 营收账款债权 给A银行设定个保理 给B银行设定个保理 给C银行设定个保理 你告诉我 这三个银行 谁更优先 同样一笔债 同样一个营收账款 对吧 给ABC三家银行设定保理 那这个时候 谁更优先呢 好 我们看第一句话 对吧 就看登记 保理是可以登记的 因此已经登记的 优先员 未登记的 对吧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都已经登记的话 就按照登记的 先后顺序 对吧 先登记优先员 后登记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都没有登记呢 都没有登记的话 这个时候 因为保理的话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形 它属于债权转让 债权转让是可以 通知的 对吧 所以就看谁的通知 最先到达账务人 那么这个时候 谁就优先 明白没有 谁的通知 最先到达账务人 那谁就优先 那问题就来了 没通知呢 没通知 那不好意思了 这个时候就按照什么 按照债权比例 对吧 按照保理融资 或者是报酬的比例 来取得应收账款 好 这是关于多次保理 它的顺序 如何认定的问题 我们就解决 好了 关于提供老务的合同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完毕 在这么多合同当中 我告诉大家 最重要是保理 最重要是保理 保理是民法典新增的 第二大新增合同 对吧 我们讲了四大新增合同的两个 第一个是物业付合同 那第二个是这里的保理合同 那后面的合伙 和保证合同 我们继续讲 我们继续讲 来自立房的那样的 我们来自立房 也说 文献